媽媽 發飆吧! 竟然因為兒子愛咬指甲 所以他就在指甲上涂了萬斤油 辣椒醬之類的 讓兒子不敢再去咬 OMG 這是一個正常母親的行為嗎? 感覺好像會很有用 可是好像有點噴湯 小孩子的願望是無限的 雖然這個兒子雖然不咬自己的手指甲 但是跟他跑過去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夢寶金哥 歡迎收看三小新聞 現在拍片時間3月20日 No.5 北部大學校花學吧 吃戀教授18年 有病就要看醫生 真的 這裡說的有病不是罵人生病那種病 是說如果生了病就是真的就看醫生 這起事件原來從18、9年前就開始了 在2003年時 原本對語言學非常有天分的女學生 這樣在大學裡面愛上了一個男教授 再來劇情絕對不是你們所想像的那樣 完全沒有色色的存分存在 有的都是這些可怕的元素 這個女學生有人送禮物 班弟子肉收 反正就是養起來追求的這個男教授就是了 除了免得這個女學生的爸爸眼看狀況不對 就懸責讓他退學了 但後來這個女學生就開始在PT上面幻想他跟教授談戀愛的情結 甚至還會寄實體情書給教授 裡面還附贈自己的妹妹照片 那這個妹妹是哪個妹妹 我就不好講名是哪個妹妹 Oh my God 學霸孝花跑去騷擾他 教授不理你沒關係嘛 你可以寄給孟室清歌啊 情書寄過來好不好 什麼照片都給我寄過來沒有關係的 我可以承受 我就代替教授來消化這個業障吧 沒有關係 總之呢 這樣的事情啊 長達了18年 也就是說這個女學生已經賣入中年 這個不太好說 從青春洋溢年輕的孝花變成 有一點年紀的婦女了 但他還是會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一點 生病不管是心理或身體 不過他讓人覺得生病的還不值得要 他進入職場之後呢 也是看到喜歡的男生 就會用這一套瘋狂追求法開始追求回方 喜歡的結婚男同是財務長老闆 通通沒一個人能夠逃脫他的魔爪 欸神奇囉 最後 都沒有人接受他耶 這次不表明其實他會長得像木糞蠻 欸 喔 笑花 真的是笑花 不然就是他可能有些行為嚇到人 要不然呢 男生怎麼可能一個笑花學霸追你 還不要 要把這個男生討個逮在 要把這個男生只是在排尿功能 呵呵呵 應該吧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女生從學生時期就喜歡教授 這教授年紀肯定比較大 而且能夠當他教授年紀呢 肯定不小 然後到了後來職場 嗯 感覺他可能都比較喜歡一些 嗯 大的自己年紀許多的 但我看了那麼多新聞 另外這次男生喜歡一個 不喜歡自己的女生 所以用灌醉的方式去解決 本來就是像這種女生一樣 貓起來倒的結果造成很嚴重的副效果 甚至呢 可能有些女生會比較極端 激烈 選擇 自我殺害 果然 愛情真的很難懂 不過 被纏著18年的教授也真的是辛苦了 不知道這時候 你幾歲了 No.4 29歲的網紅嗎 任愛69歲的富翁 墨鏡哥 就喜歡這麼直接的女性 在我們的西台灣 有一位女性 直播主啊 他帶著自己的兒子與老公離婚了 不過 很快的他又有了下一村 那就是大他 40歲的富豪 這個女直播主啊 現在29歲 所以說這個富翁現在已經要 70了 這個富翁呢 說自己完全不在意離婚 還是大孩子之類的 不過呢 因為他剛好是富翁的菜 然後呢 剛好這個富翁很有錢 是這個女生的菜 所以就這樣囉 兩個就收在一起囉 而且這個女生 他很大方說自己就是敗金 他很擺明 很直接的說 他最想要有一個 有錢的飯碗 這有什麼不對嗎 嗯 仔細的思考了一下 大方承認 沒什麼不對 喝不搶不管不騙 你想怎樣就怎樣 畢竟追求一個安全感 就是人類 余生俱雷的本能 那什麼東西可以提供安全感 錢就是洗手之一 所以越多的錢 就越有安全感 這我可以理解的 然後呢 這種女生還大方承認 我覺得這樣的勇氣 跟態度 值得尊敬 然後呢 他自己來分享啦 他們在 床上的運動心得 他的心得呢 就是 爽 不用壞壞 因為那個富翁 也沒辦法壞壞了 每天 上床 就是 好好 睡覺 開開 洗洗 哈哈哈 人家 就跟我剛剛前面講到 只要排尿功能啊 這種男人 還有辦法殺害你 還有辦法讓你無法走路嗎 不行了嘛 所以我覺得 他正式找到了一個好對象 不會傷害他 就可以給他提供一個 滿滿的安全感 很可以 不過我得說啊 雖然說你現在覺得 凡事都可以 但 當你今天有想要的那個年頭時 就很有可能會去偷吃啦 總共那個富翁 他也不在乎這個 不在乎你去 呃 外包下一個小鮮肉 富翁包了他 然後他再去包另外一個他 層層包一層 哦好好好 哦 那個被包了的小鮮肉 再去包下一個 呃 他的 欸 小女友 嗚齁 一層包一層 外包外包再外包 就跟之前墨金哥哥 介紹過的那個 超搞笑的殺手網站一樣 下單 給那個殺手網站 說我要 在那個傢伙 結果這個殺手 叫訂單之後呢 把這個訂單 外包給另外一個殺手 下一個殺手 再外包給下一個殺手 然後就這樣子 外包外包再外包 外包外包再外包 最後面呢 通通都沒有一個人去下手 動手 然後通通都被抓起來 又王打盡 這有個包秀 No.3 結婚一年 老婆仍然是處女 他崩潰 可以離婚嗎 這個新聞 完完全全告訴我們 婚前試車的重要性 有個人 他崩潰 逃拍 他抱怨自己的老婆結婚後一年 還是不跟他壞壞 因為怕痛 因為不想要生小孩 反正我各自各樣的理由 就是不劃壞 他現在呢 非常非常的想離婚 因為這樣的確是挺讓人懊鬧的 畢竟對方怕痛 你又不可以想自來 還是得尊重 那我覺得 女生有這些理由 也是挺正當的啦 只是說對方如果不同意 可能一開始就要講清楚 像這個例子 老公到底是結婚前 就是他完全不跟他 有下一壞 還是說老公自己也沒問過 就是 很基督徒 喔 婚前不能吸引我 結果結婚後才發現 哇 這車開不了 拋錨 甚至連顆引擎都沒有 電瓶沒了 引擎沒了 變速箱沒了 完全發不動 更別說開車了 喔天啊 這真的是 青天不地啊 所以我覺得 有一些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就是 奉行著 婚前絕對不可以壞壞這個準則的 這些人 可能會有一點的比較高風險 我沒有不尊重宗教 只是說我覺得這樣子 婚後的不合的情況呢 風險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好啦 那這個網友 他說 他很想離婚 但是他希望老婆跟他一起去諮詢 看看有沒有辦法從 心理方面啊 或是其他醫生的這個 協助方面得到改善 那老婆是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問題 哎 這就有點棘手了 那雖然老公的確可以 以為旅行婚姻義務 提出離婚 哎這可以的哦 厲害了哦 但是呢 都結婚了 還是該試看 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可以改變 畢竟老婆自己得知 老公 就是 希望有下一步 而且呢 其實很多人也都覺得 有一個自己的小孩 也是很好的事情 總之 婚姻是互相的 我覺得如果婚要繼續走下去的話呢 一定兩個人得好好地想辦法 找出 可以走下去的方式 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然我覺得 如果沒有 好好給他疏通一下的話呢 接下來應該是離婚了 No.2 才宣布離婚 利亞希罕 我要當媽啦 那個 我們台灣哈門 俏夫謝和弦啊 在經濟過婚姻的風波之後呢 好不容易迎來 短正的幸福 但是幸福只持續了 11個月 又還離婚了 在繼續講下去之前呢 我得講一下 在過去幾個月以來 我看到他們三個人的新聞 真的是看到有點快 不愧了 怎麼天天出現在我的新聞首頁呢 不光率 這個廣告費 到底這個費用下多少 怎麼可以天天出現 還是說媒體們 但是就是覺得 呃這個 一定很有看點 所以就是拼命的棒 那我原本是不想講 他們三個人的事情的 現在呢 我只好 講一下了 那三個人是哪三個人 我想應該大家就知道 就是 莉亞吧 金金月嘛 然後謝和弦嘛 好總之啊 在最近這 一兩個禮拜 謝和弦在離婚上面 公布了自己要當爸的消息 那莉亞也證實了沒錯 證實兩條線 恭喜恭喜 不過這樣子還要離婚 那謝和弦真是自己婚姻 不離婚了 他要給 孩子 跟莉亞 媽媽媽 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離婚 也是等孩子長單說 是想 天哪 這邊不是 鬧很大的時候要離婚嗎 啊現在 就這樣 然後旁邊 呃 疑似是響到台風尾的 這七年院的 真的是很崩潰 完全讓人摸不著頭緒 這 這三個人 到底 什麽 這什麽情況 這個關係 非常有現代思維的 這種結婚方式啊 我不愛你了 離婚 啊 你有小孩了 啊 啊 那我不離婚了 哈 原來結婚跟離婚就是這麽簡單的邏輯 看來一堆人都應該 效仿家卸了一銜檔 要離婚考慮個半天 啊直接喊離婚就對了 啊如果小孩 就先不要離婚啊 就這樣 哈哈 某種程度上來說 他還是非常有肩膀啊 不然本來就離婚的男人 怎麽可能有小孩就不離婚了呢 不過 會不會 啊說不離婚 結果我後面又離婚呢 哈 真的是 不好說啊 雖然在風向啊 沒有明朗 啊 沒有經過個 至少一年 的 的時間的考驗 呵呵 我就不說 他們真的不會再次離婚 我也就先不暫定 謝和璇 他真的是一個 有責任 有肩膀的男人 我就先不忘記下定了啊 那旁邊那些吃瓜群眾啊 以及墨金哥 現在還看不懂情況的人呢 繼續再看下去 我只知道 他們應該算是四個人 四個人才對 就是謝和璇 跟謝和璇的前妻 天啊 還有莉亞 還有 烏過台風尾 啊疑似啊 疑似啊 就是親近月 他們四個人的 這風波啊 真的是 這過去幾個月啊 常常上午的 新聞首頁 他就是警告你 給我點進去 你不點進去 我就每天 出現在這裡 騷擾你 錯面了 我只好 哦 我是是是 我點我點 希望 他們四個人 的風波趕快平息 是說 謝和璇這也是蠻猛的耶 真的是超free的耶 超做自己的 完全不在乎社會形象 完全不在乎社會觀看 我想要 自由奔放的愛情 就要自由奔放的愛情 想要一個可以組成籃球隊的 後宮嘉莉 他就是想要給他事情下去 那莉亞呢 也還指使他咧 我真是不相信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存在 No.1 媽 土辣椒 防五歲兒 咬指甲 媽媽 發表吧 竟然因為兒子愛咬指甲 所以他就在指甲上面 塗了萬金油 辣椒醬之類的 讓兒子不敢再去咬 OMG 這是一個正常母親的行為嗎 感覺好像會很有用 可是 好像有點不他 人家病火 久從天涯都長大之後 因為工作需要 或者是 生理需要 才會去練習的 現在兒子一定在練習這種 活辣的咬指甲方式嗎 不過呢 媽媽這樣做之後 的確兒子不太咬了 因為廢話 誰去咬那個被塗滿 萬金油跟辣椒醬的手指 不過呢 兒子的天分是無止盡的 長大之後的我們呢 很常會選擇放棄 因為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或覺得做起來會很累 心靈質不高 與其這樣 不如就放棄 但小孩子可不一樣啊 小孩子的慾望是無限的啊 雖然這個兒子 雖然不咬自己的手指甲 但是他跑去 他跑去咬 地裡的手指甲 天啊 這個哥哥真的好棒棒啊 自己的手指甲都封起來了 沒關係 我還有弟弟的 然後然後... 故事弟弟 莫名其妙的飛來大鋼牙 這到底是怎樣啦 這都不知道該說是哥哥頭腦聰明 還是弟弟有夠倒霉 那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他就這樣子被哥哥傻傻的一直咬指甲 他都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弟弟長大 懂事之後呢 應該會非常不顏 我們把他指甲 你咬爛 就是了 外候 喔 以後看到哥哥買了一個鋼彈模型 或者是什麼 七龍珠 還有一個用嗎 不對喔現在才五歲 也許他買了一個 鬼滅好了 鬼滅的卡通比較新 買了一個鬼滅的模型 弟弟就裝無辜 然後裝不小心 然後把他給打爛 我去罵弟弟 不是打弟弟 欺負他的時候呢 弟弟在裝哭 然後媽媽就快要打哥哥了 這次呢就不是在哥哥指甲上面 塗什麼萬金有爛 他就這樣了 他直接塗在弟弟的小弟弟上 水啦 這就是吃來的抱負 池來的禁醫 好啦那從者我們的哥哥 那麼的聰明 自己的指甲咬不了 我卻也有弟弟的 這次的影片 值得贏入萬個讚 那我們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便啦 要不要加會 那是101的加會幹嘛 不知道啦 那我們就這邊再見了 See you 中文化了 Bye Bye 了